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 现在国内病毒还蛮严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少出门 那不出门在家里 跟着我做运动 那今天是我们21天每天2分钟 健康大作战的第二个挑战 我们前7天 已经做了2分钟平板自身挑战 大家就算没有做 满2分钟但是 肯定也是进步了不少 比你们第一天的时候要进步很多吧 那今天的这个挑战呢 是2分钟的 矫正我们的驼背圆肩 还有让我们的背部线条 变得更好看的一个动作 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那么这个动作 我们只需要一面墙就够了 我们的脚站在差不多 离墙也是一只脚的位置 你可以量一下 当然你把脚越往前呢 就会越简单 所以我们最好是站的靠墙进一些 我们的背部下背部 一定要紧紧的靠在墙上 还有上背部也是 不要拱起来 不要有洞哦 不要这样子 贴上去 如果你觉得难贴的话 你可以稍微把脚往前站一点点 但是不要站太多咯 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效果啦 太简单了 最好是保持在离墙近一点的位置 好看到我整个臀 下背还有上背 都是跟墙紧紧的贴在一起 然后呢我们双手 举起来放在这里 举起来的时候一定要确保 我们的背部也是贴着墙紧紧的哦 然后两只手 我现在一只手要拿着相机 所以就有点麻烦 大家看我一边首先 我待会再给大家展示 那这只手我们就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往上移 移到我们手臂可以伸直 离开了墙一点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让手臂伸直 想要去摸天花板的感觉 可以看见吗 去摸天花板 然后我们再去用力往后靠 但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背部贴着墙 好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伸着墙 慢慢的回来 回来 然后呢做一个W的形状 就是两只手的话就是一个W的形状 到这里同样我们的背部 还是贴着墙 我强调了这个已经有多少次了 五次了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背部要贴住墙 我们一起做两分钟 伸上去伸直 背部靠墙 触摸天花板 OK慢慢回来 形成一个W形就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背部 上背部夹紧 下背部还是贴着墙 再来 伸直 摸天花板 背部靠近 回来 回来 上去 慢慢的上 感受我们上 感受我们上背部 可以夹紧的感觉 感受我们上背部 可以夹紧的感觉 向上 然后再向后 但是背部还是不离开 然后再慢慢的回来 再来 OK 再来 已经一分钟了 向上 感受到我们的上背部 其实已经开始酸了 向后夹紧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背部离开的墙 没有贴紧的话 这个动作的效果就会 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家下背部 一定要紧紧的贴着墙 你应该感受到我们的上背部 向后夹紧 然后会有酸胀的感觉 臀部也不要离开哦 如果你有朋友在旁边的话 可以让你朋友站在你的旁边 帮你看着你的后背部有没有离开 有没有有没有动 把一只手能不能伸进去 不能伸进去才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 OK 两分钟我们做了几个 两分钟我已经流汗了 你们呢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一块地方 已经很酸胀了 那就说明我们做对了 这个动作其实呢 非常的简单 我之前是跟大家说 一分钟对吧 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更多的 有我们肌肉的去 其实两分钟呢 也没有做几个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做上十个 然后三组是最好的 而且每天都可以做 最近反正也不出门了 在家里做这个运动 等到我们可以出门的时候 腰板就挺直了 整个体态都会非常好看 好 今天的打卡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